在果子壳上大家遇到了很多小的问题 最多的还是出现在空水上 今天来主要讲一下空水里的点染 我们先平图一个大的色块来做讲解 在这个色块完全湿润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去修整它的边缘形 在修整的过程中我们要保证这个色块的湿润 即使我们在中间点上很多颜料进去 它依然不会产生水痕 我们可以用笔稍微把这些多余的颜料水分 给它擀到一个边角的位置 然后用笔轻轻给它吸掉 如果笔上已经吸满颜料 我们可以用纸巾把笔度再吸一下 一般在做点染时我会再选另一支笔 点染的棕色它的浓度要高于底色绿色 通俗的来讲就是棕色里的水分要少加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去点染的话 它是不会出现水痕的 它的浓度越高 它点染时产生的孕染面积越小 它的水分越多 扩散的也越大 现在我们在棕色里加入更多的水分 然后在绿色上做点染 因为它水分多了 所以它晕开的面积也变得更大了 我们可以把笔度的水分一点点吸取掉 它点染的面积就会晕染的更小一些 现在我们往棕色里继续加水 现在它的水分已经很多 在点染到绿色色块上就会产生很明显的水痕 如果我们点染颜色的水分 多于底色的水分 它就会产生非常明显的水痕 如果你想避免一幅画产生水痕 那就需要控制一下你颜料里的水分了 从一个没有水痕到有水痕的状态 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 如果这节课对你有帮助 记得点赞收藏呀